一首网络红曲为吉隆坡慈激国际学校 新春文化街掀开序幕 文化表演、新年传统习俗 回春、吹梅画艺等等内容目不暇迹 全都有中学生群测群力 华文的Ultra很多东西文 华文这个语言其实是很容易 又很interesting 剪纸那个步骤很有趣 我是以前不知道Chinese culture有剪纸 所以我觉得很freative 很开心刚才有听到孩子们说 他真的体验到 然后真的喜欢上华文、中华文化 我很感动 我们觉得华文课 它其实不只是在课堂上上课 我们就觉得这些文化知识跟习俗 一定要传承下去给小辈们 小学弟弟妹妹可爱都去的表演 中学各个姐姐成熟精湛的才艺演出 带动全校师生沉浸在农历新年的花雨里 此外老师也在课堂上鼓励孩子们制作新年装饰 让校园充满隆隆的年味 主题我们是以农年福运 传世光辉来定下来的 我们想要在农年的时候 让大家可以去珍惜他们的身边 还是一些文化、人和物这样子 我的整个筹尾学生们 他们都还蛮积极地面对 其实我很蛮感恩这些学生们 因为他们会利用他们自己的一些时间去进行练食 即便在整个过程中是还蛮辛苦 但是我觉得之后他们在这个整个活动有所成长 我觉得是还蛮值得的 马来西亚吉隆坡慈激国际学校 是个多元文化、多元种族融合的教育殿堂 彼此相互认识、了解文化背景 有助于促进国民团结 麦大爱、叶佳宁、无数眼流、玉利成仁德、吉隆坡报导